大家好,欢迎参加古墓古迹办事处的公众讲座 今天的讲题是活化博富楼牧场 承继前人公益志愿与开拓精神 我们很高兴邀请到闪超行先生单位我们的讲者 闪超行先生是博富楼牧场督导委员会成员 香港名外高级督导主任 一直努力于民物保育工作 负责推动博富楼牧场的活化计划 负责推动博富楼牧场在第四期活化历史建筑伙伴计划之下 完成活化的历史建筑之一 承接上星期我们介绍完上水的河东夫人衣共 今天我们就一于了解一下负责推动博富楼牧场的故事 我觉得今天的讲题是非常好的 所以我们就一于请闪先生跟我们讲解一下 到底他们是怎样承继前人的公益志愿和开拓精神 有请闪先生 大家好 欢迎大家出席这个座谈会 亦都感谢在网上的朋友一起去进行交流 很开心我刚才都跟AMO的同事分享 其实十年前就曾经在这里介绍过一个讲座 都是讲关于博富临村的历史 当时我们刚刚完成了一个博富临村 太平山下的历史最下的出版的计划 在这里做一些分享介绍了这条有三百年历史的路村 所以今天可以再在这里我再一次是感谢AMO的同事 亦都很希望大家多多包涵 因为我理解这个场地我会形容是一个历史爱好者的殿堂 站在这个港台上面都是很重分量的教授、博士 或者是城中里面我们都知道很有研究的朋友 所以我今天就真的班门龙虎 说这个博富临的题目 希望可以多多包专人欲 请大家有一些相关的资料可以 会后我们一起在交流分享 我的本业是社工来的 我和博富临的关系 都是发生在我2005年开始进入这个村里工作 我做了11年的住村社工 然后继续维持着参与博富临牧场的发展计划 是到现在已经17年的事了 所以期间也经历了不少的尝试 所以今次也希望藉着这个机会好好地整理 其实牛奶公司牧场和博富临牧场 新构这两个牧场 其实中间的连结和承传是怎样的 我们无端端为什么香港名外 会去搞一个牧场呢 这个牧场大家有没有去过 有些朋友去过 有些没有 去过的朋友知道最多人会提一个 第一个讨论 第一个意见是什么 就是不得这么小的 那只牛呢 第二个就是 其实大家可以多说一点点 其实我们为什么当初 帮这个计划定一个这么大的名字 叫它做牧场 大家对牛奶公司 神会陌生的了 这张照片是 我们能否看到地下 这张照片是大球场拍的 当时呢其实 市面还有很多 雪糕单车的朋友呢 是帮我们把牛奶公司的雪糕 运到不同的地方 无论是学校门口 球场 天星码头 诸如处理 我曾经想过呢 拿回个雪糕单车牌 礼拜天 自己开单车去送一下雪糕 其实是 一个很亲民 很与我们生活贴近的一个品牌 但是当然啦 这张照片黑白照 大家 没有那么大感觉 去到这个 开始有一种熟悉感 但是这个既熟悉得来 又不是很 很常见的 这个盒 这个盒是什么呢 这个铝盒 就是刚才雪糕单车里面 卖雪糕的人 就是一盒一盒一盒的 不同的味道 雪糕就是放在冰箱里面 那个冰箱里面 旁边的那瓶 在在有没有朋友喝过 这个瓶 也有人入口 这个瓶 是1920年的款式 细心点看 这是浮雕的牛 然后呢 这些浮雕字 The Dairy Farm Company Limited 当时还没有iStorage 整个瓶其实很漂亮 它是在美国 铸模 做的玻璃瓶 所以当时 在那个年代 其实 一定是回瓶 是回到 所有瓶都是回到博富林 重新再入牛奶 再派送出去 所以当时 牛奶公司是捨得 用一个比较贵的价钱 去做他的牛奶瓶 这个牛奶瓶是 18年前 然后我们 牧场里面有展示的 有50年代的 有60年代的 有80年代的 到2000年代的 到现在 着茶 不是有牛奶公司之后 的新墩 有机会可以过去看看 我问到一个问题 三色雪糕 有一个定律 我经营了博富林牧场之后 得到印证 三色雪糕有一个定律 就是种了一种味道 是你不会吃的 你那种味道是什么呢 我们听过很多 譬如 有朋友喜欢吃朱古力 不吃苹尼娜 士多啤梨都可以 有些朋友就说 蜜瓜 芋头 这些新的味道 开始受不了 其实 我们家家户当时也有 这些回忆 一盒三色雪糕 可能就是我们一个 童年时候 年轻时候 公寓时候 我们的一个快乐 一家人一起分享的快乐 所以其实我们 去讲牛奶公司的时候 肩膀的责任很大 因为这个品牌是我们香港人的品牌 是我们一起成长的品牌 我们怎样去 发挥它的故事出来 其实我觉得是一个 大家可以一起去 追寻的 梦 但是呢 牛奶公司 自从 85年没有再做牧场之后 好像大家开始慢慢 忘记了 香港岛上曾经 试过有个大牧场 这个牧场曾经有三千头 生畜 在这里生活 这是一个 对我们来说是很诧异的 对博芬村人来说 是三十年前的事 现在算是四十年前 四十年前的事 很多人是见证过牧场 在他家旁边 第一代智库的居民 七八年搬进去的时候 是听着 牛声睡觉的 听着牛铃声的 听着牛叫声的 我们是很熟悉 那种喵喵的 现在呢 我们好像很遥远 不关紫 这个位置 那说一说吧 其实 说一说地理先 我们一说 场景 一定要理解地理 我们在 今天说的 薄芬林牧场 其实是一间 由发展局 活化历史建筑伙伴计划 资座底下 由香港名爱 和薄芬林 村文化地境保育有限公司 一起 联手策划复修的一个建筑物 这个建筑物是 第六间 牛奶公司的高级资源宿舍 亦都是现时唯一一间 牛奶公司的高级资源宿舍 不要误会 在薄芬林村后面 如果大家经过薄芬林道 会见过有两栋楼 好像公屋大厦那样 那两栋 都是叫 牛奶公司 资源宿舍 所以分别 就是高级两个字 这个高级 代表什么呢 我们这栋高级 就代表 这些宿舍 是有名的 六间都有名的 而我们这间 其实叫 Blimma 即是宝马山的 Blimma Blimma是什么来的呢 Blimma就是 苏格兰 阿巴丁郡里面的一个 乡村 而这个乡村 其实就是每一年 就会有一个叫 Blimma Game 即是苏格兰不同的家族成员 就会集齐在Blimma Village 一起玩一个竞技赛 就像运动会那样 不过他们 摘圆球 就不是摘圆球 是摘大马城 他们投摘标 标枪 就是投摘树干 这些高原人就是这样的了 他们展示他们的力量 就在Blimma Game里面 就有很多这些 很原始的竞技 是相当盛大的 是苏格兰的一件城市 现在 以古英女王 基本上每年 都会以苏格兰女王的身份 去Blimma Village 去见证这个竞技赛 这家屋 有一个这么重要的名字 它其实就是 安排了给 牧场的经理 去住 牧场经理 在1946年之前 也等同 牛奶公司的总经理 就是说 他就是 我们今天说的CEO 整个牧场的运作 出奶好 养牛好 管理人好 这个牧场经理 就是 华士那个 那我们为什么 说这件事 和博富林村有关呢 其实就是 一条博富林道之隔 这条是博富林道 博富林村就是这个位置 这个就是博富林水堂 这条路 这条路再过去就是 去中环 马丽医院 香港大学中环 再下去呢 就是 田湾香港仔 黄竹坑 我们刚刚在 两个 聚居 聚居的城镇 城市里面的中间 那博富林呢 就刚刚自成了一个 所以当时 牛奶公司在这儿建立之后呢 博富林村就成为一个小区 去经营 我们的生活 去 给我们的工人 和村民 和邻近的坏人聚落 可以有一个聚集的地方 这张照片呢 我们在 两年前 三年来 2019年呢 我们在 博富林牧场 洞土礼之后 其实这张照片 对我来说 很大意义的就是 我们 整件事 整个 伏修古迹计划 整个 留住博富林村的运动呢 不只是 两个社工 不只是 一帮村民 我们还有很多不同的朋友呢 一起参与 才去令到它发生到 所以 里面我们有 药剂师 我们有 工程师 有 测量师 但是也有 卖鱼佬 有油漆佬 也有 我们 专称的 村姑 我们还有很多不同的 大人 小孩 年轻 一起去 玩的一件事 为什么这件事对他们来说 是这么紧要呢 我就是瘦身 在座里面 只有我和我的同事是瘦身的 三两个人 其他他们全部是 义务参与 甚至我们不会叫他义务 因为 他在村民里面来说 他是住在那里 他纯粹是抽时间来参与 而这个参与 是一个十年的历程 我们基本上是从2011年 每个月 开两次会 不短的 我们谈整个 保育运动 是由 晚上8点半 大家吃完饭 坐下 一谈就谈到11点半 每个月两次 十年从无间断 那这班人 其实为什么这么投身呢 我刚才提到 因为 他们以前在这个地方生活 那个 情怀 是他们很追念的 你想想 可以是 有牛在旁边 一起玩 特意跳入牛圈里面 引起牛圈 冲进去 然后跳回到牛圈里面 避过去 又或者 特意走过去 拿新鲜牛奶 直接拿入口里面喝 又或者 拿 我们牧场有很多和草 拿些和草 去扎火笼 博佛林村 其实所有小孩 都是这样的 所以对他们来说 既是乡村式生活 又是 一个 很乡郊自然环境 原野环境的 空间 其实对他们来说 是一个 很难得的成长经验 到今天他们 但凡提起 雙眼都会发光 闪闪亮 他们住的地方是什么 这个 呈现出来 都是 相当震撼的一个居住环境 博佛林村 相信1730年 就已经在香港岛上 未有香港 应有博佛林 1819年新浪原子 就有博佛林 这三个字 这个也是为什么 我们会用它来 做回我们的牧场的名字 中间那个 是一个 着鸟的鸟字 下面的茶几的鸟字 有人说 这个副字 是水鸭的意思 那究竟是不是这里有一个山林 适宜这个水鸭去生活 或者始终都是一个靠近 淡水水源的地方 是不是可以 离变到它 在这儿寻食呢 这个我们可以请 我们的生物专家 帮忙去研究一下 但是无论如何 在村民里面 其实大家没有 没有一个同一的说法 甚至有人 会说 其实不是这样写的 是博士的博 一个湖泊的湖 山林的林 博湖林 甚至不是湖泊的湖 是声湖的湖 甚至不是这个博 是梁山湖的湖 湖泊 这些说法不正止 口意相传 政府文件都有 有时 地契有 有时 地政通知有 有时油谷有 所以 很有趣的 其实这个可以是另一个课题 去再讲博湖泊的三日子 但是这条村 本身 有三十几个地主 是 1899年 已经 有罗变臣 港督 签署的 第一份香港的集体官契 保障了他们 地权 所以 三十几家人 房子是 999年期 就是说 和太古城 那个屋权 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 那为什么 看上去不是很像 是不是 如果相对新界的村屋 我们这里为什么这么逼 如果研究乡村的朋友会回忆 因为讲到 我们 的原居民是无丁缺 他 村的村界以外 亦都没有一些 缓冲的空间 可以被村去 伸延 扩张 扩展 所以呢 尤其是 这件事怎么会发生呢 第一就是 薄芙林渡 存在了 但旧的薄芙林渡 不是这条的 这条 以前 在1863年开始出现的 是什么来的 就是薄芙林水堂的 排水渡 这条村口走出来是一条河 一条大水坑 后来薄芙林渡匡间 就cover了 就变成了一个 绿线的行车通道 那就是说 这条水坑 界了 这个西边的 界限 至于 另外那三边 基本上都是给牛奶公司的 香蕉农场的土地 范围去占据了 租用了给牛奶公司 所以呢 基本上 整个薄芙林村 是由 牛奶公司开始成立之后 19世纪末 就已经是 框四了一个方格里面 然后他们的发展 就唯有在里面 发生 所以到时到今天 所有的 空间都好像被屋填满了 所以大家有机会有空 去参观一下 我们的导想也可以带大家走走 小巷 是一个很特别的空间 为什么 名外又会有关事呢 又会走入这个村服务呢 大家今天可能 又会重新记回他们的名字 上年纪的朋友应该会知道 这些是 临屋区 我小时候有不少亲戚住临屋的 两层高 板很薄的 旁边的屋里讲话一定听到的 去探他如果住楼上的话 去探他有点害怕的 因为走步步都哭哭的 薄芙林曾经出现过临屋区 1991到94年 很短时间的 正正在临屋区 我们 明外薄芙林 社区发展计划 第一个office就是这里 就是服务临屋区的居民 这里也有的 大家 大家看真一点 这一家就是brima 即是说当年的临屋区 基本上 是拿回旧时牛奶公司的土地 旧时的 行政楼都还保留到 但旧时的机房 波炉房 停车场 牛房 三四号牛房的土地 这里也有 他们叫医院 动物医院的土地 这里也是一间牛房 全部都 变了临屋区 这个历史 亦都令到brima遭受了一次 很大的打击 稍后我会有照片给大家看 在 1994年 临屋区迁出的时候 名外就跟社署说我们可以服务 博富临村 所以团队留在村里面 就服务到现在了 刚才行政楼的样子 现存都还在 现在是属于 演艺学院的空间 平常是不开放的 不过外边 你看到 其实很值得去欣赏的 就是它的雕色 如果大家有意义 平常这些 我们可能是 法西斯 就是 扎着一个 和草 菌 有把虎头 这样的雕色 在传统浪漫建筑里面 但是 大家可以留意在这些位置 就会在一条铁链 加一个勾 就是我们俗称薄 那些吊勾 就会堵帽住在上面 完全是反映着 整个牛奶公司的 一个 很大的 工农业的特色 这个也是很值得留意的 这个其实如果有去过苏格兰 那些牧场看到 但凡 所有的牧场进出后 甚至主要的建筑进出后 都会有一对 很可惜 现在我们只剩下右边一只 左边那只就变了一个围场 就应该 就不见了 另外 另外 在牧场另一边的 现在的博弗林道垃圾房 我们找到 第二个入口 那里有一只 就还站在那里 有一只就躺下了 我觉得 其实如果我们一直 去关心这个博弗林牧场 其实这些 建筑建筑的遗迹 我们应该重新去慢慢修复 来 刚才提过了 这就是168年博弗林村的样子 这张照片 我今天不特别多讲博弗林村的了 讲到刚才的开场白之后 但这张照片特别留意 我经常问一个问题 新界客家村有风水流 博弗林村 都应该有风水流 在这张照片里面 是能看到的 但是 我拍一些给下一张照片你看 原来也很厚厚 用这张说 但是 整个 当牛奶公司发展下来之后 整个牧场环境 是不会再有 那么多的大树 你看到其实全部都是 有街坊形容就是这个 绿草如荫的空间 一个 一个好像欧洲 大农地的 空间 感受一下 我等一下可以 请教一下你们 大家的感觉是为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 这条村没有一个风水流 因为呢 因为呢 因为 牛奶公司 养牛 养到这么一刻的时候 发觉 香港 原生的那些草 不是很够营养 它是 产生产 足够营养的牛奶 所以它就引入了 一种叫 酱草的植物 酱草 好像一把劍 那么厚 然后呢 有两米高的 成熟的时候 那么 曼山遍野 基本上就种了酱草 而 风水林 因为 刚才提了 牛奶公司 造地 在薄凌村后面 基本上它就全部 植坯都是 斩了 然后变成 它养草的地方 所以后来 村里面的人 就叫这个叫 羊草山 就是 拍来品 就是 在海外 羊那边 走过来的 草 羊草 后面整个山头 都是种了羊草 所以后来 我们没办法去稽考 究竟薄凌村的风水林是怎样的 但是 丁博士经常提 我们讲历史要 讲人口 那我们找回人口资料 其实这条村 一开始 三百多年 都不小 相对当时 这是第一次 港岛的人口普查 港岛的人口普查 当时 香港的 在哪里 就是 赤柱 赤柱村当时 有 三千人 然后 你看到 一直都挺平稳的 到81年 慢慢 自然的生长 但是 到了11年 多人了 21年 突然飙升 其实就是因为1886年 牛奶公司成立 就开始 拓展他的业务 但是 在11到21中间突然飙升 这就是关乎牛奶公司第一个不幸 等下说 地理上 再说多一点 铁股林 就是这个位置 就在青蛙的嘴里 这张卫星图 是 现今的卫星图 大家看到 整个港岛北 基本上就是 布满了楼宇 是我们城市的地方 我们说 唯独是 港岛西南 还有一个缺口 是能够由山顶 到海边 都有一个自然 自然地带 绿色的地带 绿色的就楼 我们就说 其实铁股林 除了他丰富的历史之外 还有一个 自然的 空间 是很值得我们再说 这个也是为什么 当欧洲人 阿斯密达船队 来到 香港 去找 食水的时候 找到瀑布湾 然后 现在有研究就说 有机会进去 王竹坑 去拿水 然后 开始发现这个地方 开始 去 走上去这个地方 做发展 第一批 不是苏格兰人 第一批 是法外方全教会 1875年 就在 现在的八大尼 建立了他的 疗养院 就给他的收事 去静养 然后 就再开了 德格拉斯堡 那里的 立泽纳印书馆 就是 将远东的地方的 圣经 或者是教会的用品 刊物 就在那里印刷 所以第一批是法国人 然后 就是 苏格兰人 他们贪 这个地方有什么好 牛奶公司次创人 白文顺医生 白文顺医生 sir Patrick Manson 他去找他 一个空间去开他牧场的时候 是跟 借打着士一起去 走坏了整个港岛 去找的 这张照片 有什么好呢 这张照片都说到的了 养牛 一定要多水 那 看回刚才这 你看到 基本上 薄芙林是整个集水区来的 由太平山 西高山 麒麟山围住 一个很大的兜 将所有水集了下去 现在是薄芙林水塘的位置 所以为什么 第一个水塘就在这个位置 建出来 然后 他集完水 都还可以 有一条很强劲的水流 是流经薄芙林村口 一直流到薄芙湾 就是现在华富村的位置 意味着 其实他的水源很足 当然啦 我们现在不是很足水源的时候 因为薄芙湾平日 只有这么阔阔的 现在 大雨天 你要见这个情景 基本上没什么可能 你要见一半到 夏天 刚刚大雨之后 又有机会 不过就小心 有点危险了 下去薄芙湾公园 所以水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吸引到 Patrick Manson 过去成立牛奶公司 第二 更加重要 其实就是 是由海拔这个高度 薄芙林是很有趣的 它不是一个 慢慢斜上去的山坡地 它是一个 基本上是很斗跳的 峭壁 所以 在 海边 上薄芙林 广下 广下距离 广下距离 泰大 广下距离 广下距离 alkal redeem 這是相當重要的 其實養牛有幾個竅門 有機會的話也可能照顧過孕婦 或者自己也曾經經歷過懷孕 戴著肚子的時候最怕的是什麼? 最怕熱,最怕不舒服,最怕不乾淨 所以一定要給他一杯水喝 讓一間樓房舒舒服服 他有很多和草可以躺下 然後有人替他每天抹身 然後就好好愛惜他 所以Patrick Manson當時選擇的地方 除了多水外,很多地方都有 他還看中了博富林 這個地方多豐 這位就是法文遜醫生 我們基本上講牛奶公司的歷史一定會說 或者講孫中山的歷史也會說 講香港大學的歷史也會說 他還是一個傳染病學的醫生 但我覺得他作為一個傳染病學的醫生 藥疾的專家 他來到香港 他開了這個牧場 老貓少數 為什麼呢? 等一下再說 我介紹這位朋友 這位是James Walker James Walker 有本書專門講牛奶公司的歷史 叫做The Milky Way 改得很好的名字 一個銀河一樣的生意 一個百年的企業 James Walker 在書中被形容為 Patrick Manson 是牛奶公司的生母 他就是養母 James Walker 是阿巴丁棍的一個 獨木場 農業出身的 學生 一個年輕人 然後去了 美國深掃 再回到英國 Iceberry 當時也是相當有規模的牧場 去工作 存了經驗 正如一般的蘇格蘭人一樣 家裏人 要去向外走 向外放 他就來到香港 來到香港 一擔當這個牧場管理員 就一路做事 就做到他在香港中路 所以James Walker 其實就是 Bremmer 第一個住客 而我們在 博弗洛牧場裡 就有一封他親筆簽名的 一封信件 現在正在展示 大家有機會去看看 相當難得 這封信有幾個有趣 內容其實就是一些 給股東的一個通訊 這封信 上面寫著 牛奶公司的 電報的call sign 就叫做Milkmaid 就是 拿牛奶的 女工人 這個call sign 用了很久 用到不用打電報為止 然後 我們搏附了木場 這幾個字的字體 基本上就沿用這個字體 我們希望 將 木場最原初的面貌 呈現出來 為什麼我們會這樣做呢? 其實就是 你想像一下 一個醫生 傳染病學的專家 一個熱心 為了覺得香港沒有一個新鮮衛生的牛奶 然後邀請幾個當時的broker 當時的大班 一起集資 開這個木場 親身走到香港 找一個合適的地方 然後做一個未必相熟的生意 再在家鄉 請多個年輕人來 打理這盤生意 其實是一個很大的開創力 我們題目講的開拓精神就是這樣 他未必看到前景 也都相當冒險 投資給他的人 也都真是很可能很尊重他的身份 才會做這個投資 其實大家都預料可能會蝕得很厲害 但是 就是這一番的用心 他就走到第一步 但是 好景不償 我繼續用他來講 剛才提到 他老貓消臭 為什麼呢? 去到養生畜 其實最害怕的就是傳染病 二百三十隻牛 在木場營運了十年之後 他們營運了下來 由一開始四十隻 變成二百三十隻 其實都是一個很好的增長 開始公司回本了 開始有些發展的想法了 就是這個時候 突然間 博富林出現口提症 二百三十隻 死了二百隻 厲不厲害? 九成 不見了 其實做生意 其實最貴的是什麼? 最貴除了蓋房子 就是生財工具 一個木場 正常來說 牧場只有四分之一的牛隻 是可以運作生產牛奶的 我這樣講 好像很機械 但是總之 考慮他有不舒服 他要有懷孕歷程 他有其他的情況下 平均來說 牧場只有四分之一的牛 是可以生產牛奶 即是說他有二百三十隻 其實當時只有六十隻牛 是可以生產牛奶 那麽牛奶 一隻牛可以生產到四十公升 那麽時候 如果沒有了二百隻 真是蝕入獄 所以當他去 經歷這件事的時候 其實我很相信 當時的管理層 一定有想過 不如收拾一下 就算 賣三十隻牛 出去不難 當時還有其他的生意 開始起 但是 可能也正正因為 這三十隻僅存的魚牛 在這裡 繼續維持了他們這番信心 繼續走過來 這三十隻牛 為何會沒事呢? 原來有一個牛房老 姓卓 他就帶了這三十隻牛 他見勢頭不對 每隻牛都發瘋 我帶我那三十隻 去見你們吃 這幅圖有點遠 有點暗 1901的地圖 遠駐波浦島 好 當時蒲菲露剛剛開拓 走下來 這裏就是現在的 士比菲露市政大樓 這是一個牛的 backport 大家有機會理解 堅尼地城的歷史 這裏就是近觀龍樓下 現在科士街石牆樹 那裏就是 牛逃房 這個叫backport 牛就在這裡 暫且 寄養著 準備拉去湯 接著 山坡上面 這些位置 就有一些舊的 結構 一些舊的牛房 這個位置 就是正正我正在做的 那間中心 社區中心的位置 在浮菲露口 所以 我也蠻相信 那三十隻牛 就在山坡那裏 避難 避難到 過了風頭 疫症過了 才回去 博富樓 木場重新起家 但是 其實木場 不只是經歷一次疫症 那麼簡單 一路下去 其實有不同的疫症發生過 當時 整個博富林區 亦都有不同的疫症發生過 譬如有記載我們 這個叫博富林花園 這個 這個位置 以前是法國外方全教會的 工人村 就是天主教村 叫老德聖母圍 曾經整個圍的教友 因為疫症要遷出 去了西營盤 一個叫列治民台的地方 這個地方 就是現在的 搬銜道在上 在那邊 他們也是要避 至於 博富林村人 都經歷過疫症 其實應該都是差不多 那個時間 雖然沒有明確記載 但是他們沒有離開 他們就用了什麼方法 就選擇了 創建了他們的沒有火龍的傳統 就去幫這條村 用他們相信的方式來消毒 然後呢 捱過這個疫症 所以其實當時 可能 白文遜醫生沒有意到 其實這個地方都很容易 有瘟疫 比較濕 比較多叢林 比較多人口 而至於我這裡拍攝的地方 有什麼特別呢 這條燈柱 32259號燈柱 一路在香港仔 坐博富林車上來 這就是過智庫的橋 未到 我剛過了阿智陽房 看到博富林木花園 這位置有個叫西國大王的廟 也是那時候 木場工人的社群建構 這位置特別的 什麼時候 如果你看到這位置有工程 做山坡斜坡工程呢 千萬不要走過去 因為這裏曾經有兩隻有炭椎的牛 埋葬在下面 再前小小橋 有一隻 炭椎菌的東西 永遠都不會消滅到的 它只是 不會活躍的 所以當它埋存在泥土裡 我們就不要教它 就讓它好好靜待在裡面 你想想 當時 木場其實正在經歷多少的挑戰 有些是我們現在用現代科學 都沒有辦法處理的問題 他們都要應對 用當時一百年前的科學 所以 曾經在木場範圍附近 有山裡傾蛇 然後當時我們村裡 有些工人做維修 他說 你沒見過的情景 很有趣 一排牛的骨 一陣白色的石灰粉 一排牛的骨 一陣白色的石灰粉 一排牛的骨 打很厚的石灰 因為當時他們相信 石灰 的確是 石灰是一個消毒的煤界 他們唯有用這個方法 這個也是當時 衛生署的要求 去做的方法 來埋葬有病的牛 好 剛才說 人口經歷完瘟疫 經歷完 差點 不能再做下去 牛奶公司到 20世紀初 1910到20年期間 當時也剛剛 一次大戰完結了 就開始 有個小陽春 第二春 或者叫做 有個生意的蓬勃 發展了下來 這個 你看到 剛才 這個位置 就是剛才行政樓的位置 旁邊 我提供過的 鍋爐房 和奶房 就開始建立了 這些全部都是木場的建築 這些建築 有個名字 他們叫做Mains 就是木場最核心的地帶 所有牛奶在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牛房 收集過來 都是送到Mains處理 消毒 包裝 然後 出車隊 送到市區 Brimma 其實就是在Mains處理 所以 牧場經理 都明白 牧場經理 就是在心臟 又起什麼事 他走出走入 都可以方便照顧到 有些近景的圖 剛才提到 左邊的石柱原生的樣子就是這樣 杜林屋區都還看到那條 當時的菠蘿房和奶房 這張是1919年的照片 所以你看到那時候的混奶車 都是相當典型的 我們有輛車的模型在牧場 那 這批什麼人呢? 這批全部都是牛房工人 英文叫cowboy 不是美國的cowboy 是英國的cowboy 他們就是負責養牛的人 你看到他們是需要白衣 白褲 這張照片看起來 有沒有穿鞋? 有的 照計這些是褲色 這個就是骨 那些水香 對嗎? 你想想在100年前 可以一套很綺麗的制服 有一對水香 是多麼重的投資 對嗎? 一間公司被一個牛房 最前線工人 我不是說經理 我不是說工程人員 最前線工人 都有每人一套制服 其實是一份很大的尊重 還有環境也不錯 這個就是我剛才說的 近著Briman附近的 現在已經拆了 兩間牛房 這間牛房主要是用來做隔離有病的動物 就是動物醫院 你看到環境很奇怪 沒有垃圾的東西 出入一定有一個盤 這個盤就是會放石灰水 所有工人入牛房前 要踩石灰水 才可以進去牛房 所以為什麼他們一定要穿水箱 這個就是Domings的建築圖 平衍圖 這個1、2號牛房 今天都還在 如果大家去過八大利 現在的修院位置 臨上去之前 就是這個1、2號牛房 大家看到八角形的 八角形的牛房 其實是相當罕見的 如果大家有留意 在 無論是英格蘭、蘇格蘭、阿爾蘭 一般的牛房 都是剛才那種 長條形 一進去 左右左右左右 把牛排好 八角形的牛房 有什麼好呢? 八角形的牛房 就是把牛排好 中間就可以做一個工作站 所以牛房工人 每餵一隻牛 就可以在最短的距離 去做這件事 這些考試 我們很相信 其實就是James Walker 從美國帶回來的 當時應該是 一個最新的上市 所以牛奶公司 當時是有兩組 1、2號和3、4號牛房 都是用這個建築的方式去做 所以不要小看現在1、2號的歷史價值 雖然現在2號已經變成劇場的報紙 1號還有一些舊的裝置 大家有機會去看看 這個就是Brimmar 薄薄農木牆現在的位置 這些就是長條營油房 到1968年 都是雙藥 剛才提到 所有的山坡都變成草地 這些就是割草的工人 主要都是學老人為主 主要是住西國大王的山坡 當時的位置叫學老廖 這組 為何故意拍出來呢 這組是典型的建築模式 但凡在經歷了第一次衝擊之後 牛奶公司就學了 他學了一百年前 已經認識我們現在做的一件很重要的事 就是社交距離 所以剛才提到 除了我們不要因為牛房工人 踩過其他地方踩入牛房 污染了 減緩了這個交叉感染之外 其實牛奶公司想得很細緻 他簡直在建築上反映了 牛房在這裡 旁邊有一間小屋 樓上是照顧這個牛房工人睡的 因為牛是要八小時拿一次奶 就不是說 你回到那晚五 有什麼明天再說 所以他們是要 每八小時出來 每次 就不是睡眼聲鬆地走出來拿奶 每次是重新幫他洗個馬 重新再餵過 有一段工序 做完才可以做這件事 所以基本上他們是要住近牛房 這間牛房住的牛 就不可以通山跑的了 這些不是free range的牛 這些是圈養的牛 每間牛房就有個牛地 有個矮場圍住 有些牛地中間會種棵樹 就像這些一樣 就給那些牛遮蔭 但是未必一定需要的 因為遮蔭在牛房裡也很夠陰 出來就是為了替他曬太陽 然後呢 這個是什麼地方 這些呢 村裡的人就叫他做牛屎湖 就是說 牛房工人在這裡收集了牛地的牛糞 牛房的牛糞 就送到這裡 你記得 看到牛屎湖是依山而建的 工人就在上面倒下去 然後呢 你會看到這些喉管 這些喉管是什麼呢 除了去水道之外 有些喉管其實就是在 這些牛屎的底 接通了 就把完成分解的糞碎 就是化糞磁 簡單說 完成分解的糞碎 就倒上來 打到這些草地 這些就是醬草 就讓醬草可以有好一點的營養 就給工人割 割完就送到牛房裡給他們吃 但是醬草 草本的植物呢 在冬天的時候 會 就是 敷了 那些牛吃慣了 那怎麼辦呢 就每年呢 夏天的時候 把部分 就儲落 這個 草爐 然後就好像 咸酸菜那樣 放一層草 撒一些 鹽精 放下去 用大石頭壓住它 再放一層草 又是滲點鹽下去 又再壓住它 到冬天呢 上面丟下去 下面爬出來 就把牛 和住其他海外入口的和草 一起吃 讓它開胃 讓它可以吃老味道 那這個就是 整個牧場 基本的運作 那為什麼 薄薄林村人 這麼深刻呢 那麼 覺得 在這裡 生活這麼重要呢 通常的頑童 就說 我們聽 四五點鐘放學 上山玩 這些草好開心的 走進去看不到人的 玩捉衣殷最好的了 有牌都找不到 就是這個時候 這些喉管就會響響 即是怎樣 泵著了 馬上聽到這些聲音 要馬上走不走 因為 噴出來的那些全部是牛屎碎 當然 為時太慢了 噴到一身也是 那怎麼辦 回家會被媽媽罵 這樣呢 走走走走走 去山的另一邊 剛才說這裡多什麼 水嘛 就跳下薄薄林水塘 沖乾淨 洗乾淨的衣服 回家 就打笑兩頭 所以呢 在座哪個住港島大的 不好意思 薄薄林水塘的水 原來在那個年代 加了料 應該進入大廈之前 也有過濾過的 不要緊 也是有機的 其實這群頑童就是這樣 他們就可以 在山頭裡面 完全把他們的生活 融入了在裡面 去好好經歷 這個牧場的生活 那 我需要很Mindful的時間 因為我看到 我們剛才是 三點鐘開始 說了一個小時 其實牧場的故事 都說完了 這個 英文的 當然是公司的說法 公司怎麼要求工人做事呢 一定要洗乾淨 拿奶的桶 要消毒 然後 不是就這樣拿奶 洗乾淨的牛房 把牛份 然後 要洗乾淨的 它們叫牛奶ool 就是牛奶 中間 整個細細細慢慢 之後 要 拿奶就 根本就沒有 紙關在筒裡 隔了 要先拿一起來 因為底下的奶不要,然後再拿到桶上 這個時候你的手也不要濕,不要染了奶 要乾瘦下去,一邊下,全部都是規矩 公司公開的corporate brochure 就是一個叫做企業的介紹 他告訴人他很嚴謹地操作 我們就問是不是真的? 通常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是不是? 其實不是 當時牧場請了不少白俄羅斯人做管工 工人,或者小朋友都說相當兇 這就是工人的說法 15個工序 不要說一個就不簡單 做起來更加不是一個人能夠應付的 首先就是產牛份 一間房間30隻牛,牛份都有幾百斤 有沒有想像到,其實說就輕鬆 還要用獨輪的手推車 一車車送去,經過羊腸的波 的山徑倒進牛屎湖 然後就要餵油草 好了,把餵油草的草頭草味 就爬出來了 又要掃上牛格 然後就要清垃圾,髒 睡坑渠,洗油身 從外面將 喉蘭的髒東西 倒進坑渠道 然後就要怎樣 用35桶睡 那麽多 原來不僅是被牛喝的 其實主要是用來洗的 那 還要怎樣 還要開始 分一些 一代代的 一代代的什麼 忘記了 看不到 不要緊 總之就要分給牛去喝 去吃 那麽就要消毒 然後呢 才 這個是70年代的毒白 然後才可以 用機器套上去 幫牛拿奶 搶完奶之後呢 還未完的 還要把那些奶 慢慢送回奶站 其實都不簡單 其實都不簡單 即是說菇菇也不止 其實都是很吃重的工作 不過 縱使這個 這是一個工人角度的報章報告 當時是在罵牛奶公司 對那些工人非常不友善 但是呢 相對 我們在工人裏面 又未見到那麽大的反彈 反過來 當時牛奶公司 還未跟香港冰廠合併之前 這是香港冰廠的 一個很有趣的歷史照片 這架怎麼看都是馬車 對吧 但是為什麼不是馬拉的 他說 菇菇在做馬的工作 為什麼會這樣呢 下面那句更有趣 他說 冰廠公司 其實是買了馬的 因為他知道 拘捕也是很重的 當時這個中環 是華後大道中 來的 但是 那些馬 就被那些菇菇毒死了 為什麼 被馬拉 我就沒有了一份工 所以 弄死他們 我們自己拘捕 發抖 有份傻氣 當時 反過來說 都是生活艱難 其實他們很需要 不同的工作機會 在說一百年前 所以 這些故事 在牧場上很少聽到 我做這麽多年 沒有聽過一個 房工人 傷害過牛 反過來 他們很疼牛 我猜 其中一個原因 就是 他們真的要跟牛一起生活 一起長大 雖然照顧功夫很重 等於我們 很多父母都會 有時候很多辛酸 棉乾碎濕 照顧很多子女 都會感覺到 很多子女在身邊 更安慰 這張照片 是其中一個牛房工人 過世後 他的子女 拿出來 給我們做展示 我初頭看一張照片 哎呀 有些蒙 不太拍到 有些可惜 但是 當我一反轉照片 背後 我很感動 這張照片 其實就是曾舊先生 曾舊先生 他照顧這隻牛仔 是自己親生兒子 所以他會在後面 寫著曾舊父子合影為念 就是他自己寫的時候 這隻牛仔應該過世了 然後他把這張照片 真而眾之 放到他自己離世的日子 我們很多牛房人 都是有這樣的故事 因為他們會告訴我們 那些牛 一看到他們 很開心 把頭趕過去 貼著他們 好好的去親近他們 那些牛房佬 每個人都是叔叔 是一個比較傳統的社會 有一個這麼熱情的親近 其實他們很開心 其實是在回應我們內在的那種 那種親密的需要 所以 其實每個牛房佬 一提起那些牛 都是笑的 都是有很多懷念 所以反過來牛奶公司 牧場範圍下 我就未見過 有人毒死那些牛 去留住自己的飯活 好境不常 日本仔 打來香港 香港 四一年 就拿了香港之後 牛奶公司也都落入他們手上 主要的管理人 有些就參與了我們的抗爭 甚至名喪黃黎聰 有些就入了赤柱集中營 所以剩下來 剩下木牆和牛 當時 日本人接管了 當時 叫做香港牧場 日本人都不傻 因為當時 打來的時候 牛奶公司已經把所有文件 在銅鑼灣 黃室行的總部 帶回去雪藏街 回到舊總部 打算再保存一會 但都發現不行了 防線開始崩潰了 即場在雪藏街 消毀他們的舊文件 其實主要想隱藏財富 但日本人自己 一入場就做策略 也諷刺地 這張是現存最好的 牛奶公司的全景圖 到Milky Way 都是用這張作底圖 來說回整個牛奶公司 當時的 所有的設施 這裏就是 貝沙灣 這裏是沙孫道 然後沿著 博富林道 和培多利道 其實一路下來 這裏差不多是 這裏就是博富林村 這裏就是太古樓 然後我們剛才說的 就是這一堆 兩個八角形牛房 相當異形 就是這裏 一路下去 其實一大塊 後面還有一塊 都是牛奶公司的土地 所以你看到 波上下 都有它的牛房 但凡這些圓形 就是一個牛地 你看過那個 樣板之後 大概都想像到 所以當時 牛奶公司的活躍程度 就是這個位置 但是日本人又 邊場莫及 其實他拿了香港之後 他沒有辦法去 投放太多精力下來 交給日本水產之後 他們預期的牧場 當時數一數千三隻牛 他們沒有 法治目標 都是維持 千三隻牛 他們沒有想著 再怎樣去經營他 所以那幾年 在村民的印象中 都是相安無事 工人他們繼續去做 他們的工作 但是沒有大動作 要做什麼 反而 在臨走之前 日本戰敗 他們就開始 有敗仗出現的時候 就開始 運走部分的牛 也吃了部分的牛 然後 交給牛奶公司的時候 只剩下三百多隻 所以這就是牛奶公司 第二個大的打擊 然後到戰後 開始多人 下來香港 在這裡生活 你看到實境 第二代的奶房 和鍋爐房 當時的廠房已經相當宏偉 整個高牆 開始有很多人住進村 亦都開始 要排隊排公家喉 這是街井 大家就排水桶拿稅 這些時候 也是牛奶公司再一次 要幫自己重新鎮作的時間 亦都大量引入了工人 很多牛房的工人 都可以繼續住在剛才那間 在牛房相連的宿舍裡 但是更加多 是沒有辦法找到他自己住的地方 所以就搬進博鳳村 但博鳳村已經不是很多位了 就開始要在無用的牛房裡搭角樓 又或者是在用的牛房裡搭角樓 你住進去 你可以想像是相當惡劣的生活環境 你知道剛才說的一間牛房 300斤牛糞 你大人小孩就在這些牛糞上面生活 雖然 這張是早幾年的照片 雖然牛奶公司也開眼睛 這是薄鳳村97號 前屋主是主管牛奶公司的建築工程部的盤頭 所以基本上是用同樣的石材來建造自己的房子 我們都看到有不同的例子 其實牛奶公司都願意讓工人可以自己照顧一下自己 不過也是不夠 所以到了50年代 還有一個很大的香港大使 其實在勞工界的歷史應該要記載 就是牛奶公司的工人僱傭的仲裁 應該是香港第一宗 在勞工方把勞資問題放上法庭去申訴的案件 甚至 SMP天天投版記載 甚至 發動了工人在黃室罕圍堵總經理 希望牛奶公司改善工人的待遇 他們特別提到 第四天的聆訊中 特別提到 為什麼可以容許到工人 在牧場的牛房範圍裡去搭註 你看到兩年後 當時牛奶公司是敗訴的 因為在庭上說的話 我猜對他們來說 他們都是很無地自用的 但相對來說 他們都是一間對工人不差的公司 所以 很快 在兩年內 他們已經馬上 在現在牛奶公司工人宿舍的位置 建了一個兩層高的建築 開始入住部分工人 再過多幾年 這張六百年的上來 再過多幾年 就建成現在的模樣 七層大廈、八層大廈 基本上住到五千人 那些單位很大 自此之後 其實就開始 令到工人有個安樂的地方 可以入住 到今天 你們會留意 會看到 其實已經丟空了 也都 唯有綠色的遺忘 其實就是擔心那些石屎會脫落 所以就保護了它 現在牛奶公司就跟政府打引官司 就說政府為什麼呢 當初承諾比達地區的時候 是有一條車路接駁的 但是到建築的時候其實是沒有的 到現在都沒有 當年建築就可以了 因為就這樣 就是找很多工人抬石頭、水泥上山氣 但是現在拆不了 有點尷尬 前面其實繼續是博富林村 又沒有路上 所以現在就定了在這裡 其實已經定了很多年 從2005年開始沒有人住 到現在都沒有解決到一個方法 那個容後再說 但是牛奶公司到了50年代 其實開始有點異性懶散 因為政府不斷跟它溝通一個訊息 是時候要終結 因為我們南區要發展 因為我們城市要發展 所以大家最近都可能看到有幾多新聞 關於一些廠房 租了下來兩年 然後沒辦法再續 牛奶公司當時也是 因為本來租開差不多一百年的牧場土地 去到後期 有些是要兩三年續一次 其實你想想 其實那種不安感很大 是 是 甚至去到 五十年代提過 六十年代提過 七十年代提過 去到八十年代 牛奶公司知道沒有 因為六百年的時候 華富村已經棄了 基本上大局已去 所以牛奶公司離開牧場之前 都曾經找過Aerob這間公司 幫忙做一個顧問研究 如何把the mains的部分 變成一個歷史公園 生態歷史公園 看到Brimmer在他的設定裡 是一間餐廳 旁邊有一個博物館 有小朋友玩的地方 兩個牛房 繼續保留成為牛房的建築 展示的造 然後有一個小小的鄉村的空間 這本的名字叫The Model Farm 顧問的建議書 相當詳盡 去說究竟可以怎樣 活用歷史遺跡 我們在最後一個 牧場經理過世之後 在他的遺物裡 運得到的 應該是一個 未公開過的文件 我們看到的時候 有一些 冥冥中自有天意的感覺 就是正正我們 能夠有一份使命 可以接回Brimmer去營運 其實在想的事情 和他構想的事情 基本上是一樣的 所以 這個 我們都叫做 對得住前人 可以 令這個地方好好地 繼續計算下去 這位是 我認識的 最後一位牛房佬 林子勤先生 他說很多 當時的生活 當時養牛的故事 讓我知道 我才開始理解到 原來Brimmer 有這麼特別的過去 我們其實就是很想 令一班 牛房佬 和 木場 職工的 下一代 你想想第二代 都開始白髮了 這張 還要是十年前拍的照 我們有第三代 第四代 他們一直流傳 其實就進去 博弘村裡 繼續生活 或者跟博弘村人 繼續相關 整件事 可能說多 十五分鐘 整件事 我們 說回一點點緣起 為什麼我們 去到這一刻 會再重新提回一段歷史 其實就是 跟牛奶公司 木場關門的原因一樣 南區要再次發展 在2013年 事件報告出了 博弘林有一個發展限制 要解除 當時的限制 存在的原因 是因為想 保住 博弘道 不要飽和 因為當時 博弘道 重建完 擴闊完 七二年的時候 那 後來 我們知道 原來當時解除的原因 是想重建華庫村 現在已經開始工程做了 但當時村民第一個反應 就是 整條博弘道 有四公頃的範圍 就是我們村的範圍 我們很大機會 會受影響 會拆穿的情況出現 所以當時大家聚集在一起 就跟我們上上下下討論 我們是不是真的想留在這裡 如果是 我們要讓人知道 這個不只是一個 木屋區 不是一個寮屋區 這個其實就是一個這麼有歷史的地方 所以當時 村民發是一個叫做 留住博弘村的運動 很快我們得到很多傳媒的認識 然後也幫我們把信息帶出來社會 也得到一個國際的民物保育基金會的支持 就把我們進入保護名單裡 希望政府部門能夠重新思考 能不能夠保留歷史墜落 村民其實是多番努力的 跟廖迪生教授的支持下 我們成功在2017年 在香港的非物質文化為產代表作的名單 對村民來說是一個很大的鼓舞 同時間 其實我們19年 也跟古蹟辦的同事 探望了整個牧場範圍 當時我們帶同事走了六十多個古蹟範圍 剛才看的牛屎湖 牛房遺跡 那些草爐 全部我們找腳走出來 當然還在深山裡 我們整隊人有幫忙開路 有幫忙照顧地圖 這樣開進去 這是其中一個 我們意外發現的 保存得相當好的牛屎湖 因為牧場交還土地給政府的時候 是一米高度以上的建築物都要拆開 所以有很多倒塌有的牛房 而這個完整的牛屎湖 是相當少見的 在牧場遺跡裡面 幸好上到古蹟會 都有四十幾個建築 今天已經成為平級建築 即是說 加上原生 薄芙林區 有三十幾個平級歷史建築 現在薄芙林在這麼小的山谷裡 有七十幾個平級歷史建築 香港名單裡大概五個百分之 我相信 如果計算密度來說 薄芙林應該是密度最高的一個地方 到2015年的時候 時機到了 當時發展局就說 這個高級聖元宿舍可以放進去 活化建築計劃裡面 我第一次去參觀 即是跟發展局的同事去參觀 場地 是這樣的模樣 如果大家去過的朋友 就應該有一個很大的反差 我等一下也有現在的樣子給大家看 基本上是整個樹林 在一間房子的旁邊 當時的睡房 和當時的露台 當時已經是圍封了 在尾二的手人家裡 我們看到它是圍封了 然後把露台變成房間 尾二的手人家姓祥 正正是帶走三十隻魚牛 讓牛奶公司可以捱過一關 那位牛房佬的兩個兒子 後來也成為了牧場的牧場 所以你看到牛奶公司也挺重情的 去到這些關鍵的人物 照顧他們的後代 我們進去的時候 是這樣的模樣 這是剛剛從主入口進來的 難得完整的有牧地板 其他呢 裡面的第二間房子 已經有一個大咕嚕了 為什麼呢 因為 相信在林牧區時代 當時有人進去吸毒 然後就點火 追龍 應該是 就燒了地台 所以我們很可惜 就沒有辦法再 保持到這裡 原生有牧地板的狀態 但今天你依然會看到這個 壁爐 繼續完整在這裡 這些窗框的模組 我們全部翻身 保留在這裡 這些門眉的模組 我們都翻身在這裡 當時那個狀態 其實這間房子 我們已經交給自然 本來 就在1985年之後 到我們這個時候 大概是2014年 30年左右 這間房子其實是 避免過去的 當時 村民很想復修這件事 這間房子 我們最慘的是什麼呢 在發展局的文件裡 在古蹟辦準備的文件裡 大家都找不到它以前是什麼樣子 很難想像它以前是怎樣的樣子 有一次我在香港大學 看到一本書說 1919年的牛奶公司 大學的圖書館 已經是香港特長的了 有一本 由印本 那我就 積本揭一下 哎呀 沒有一本書是講 高級職員宿舍的 沒有介紹 有些可惜 但是呢 有一個章節呢 就介紹 這些叫做 康斯坦種的乳牛 就是荷蘭乳牛 當時的牛奶公司 進入了什麼 我細心看看 嘩 這麼熟口臉 再看真點 這間就是我們 即將復修的房子 當時馬上拍下來 第一時間放進我們的申請書裡 然後呢 我們知道 入圍 肯見我們 我們 即是集排軍東征 純粹是一班村民很熱心 接著 我們有幾個同事 一起去幫忙 幾個外邊的朋友 一起去幫忙 入了圍 那我一次偶然呢 找一下eBay有沒有些東西 收藏一下 竟然讓我見到一本 鎮跡 1919年牛奶公司大事記 完好無缺 當時應該是牛奶公司送給 Chief Surgeon 即是衛生署長的書 竟然讓我可以拿到在手 收藏到下來 就有今天我們 去到建築復修都經常用的 參照 這張是陶彩相 來的 應該是用玻璃照片 拍了之後再加陶彩 的做法 就算是這樣 你都看到其實很多建築細節 這些我們叫吉塔 即是那些 裝潛潛水的渠道 落牆身的渠道 那些遮蔭如何處理 屋頂有沒有凸出來 凸凸出來的 這些細節 其實就在我們復修的時候很重要 為什麼呢 因為當我們接收的時候 整間屋當時沒有這個金字頂 其實如果大家有看香港殖民地建築 很多金字頂都在六十年代 因為維修困難 就拆了 然後變成水泥頂 我們基本上就覺得 它建築的時候是這樣的 我們也想恢復它是這樣的 還有 就是唯一一個歷史檔案 那就跟這個 怎麼知道 一搞 就搞出一個大頭髮 大家 聽過住沒屋的人 說過沒有 打風的時候 最怕的是什麼 鐵頂 因為鐵頂 鐵頂其實很大工程 因為鐵頂四棵牆 可以不穩陣 就散開了 好像花花一樣散開了 所以當我們 決定要換一個 換一個頂 做一個現代的建築結構 但是恢復歷史無恙 我們這個 做法就要 需要重新在地基那裡做好 然後再支撐 加上不守鋼架 即是食力的架 不是不守鋼 是鋼架 再支撐上去 中間的地台同時間 也因為難以復修 我們也要重新再去鋪置 所以你看到 由地基到生活樓層 我們也有 一些新的鋼柱 建築了 然後是靠這樣的 借力才可以支撐到整個屋頂 這裡順帶一提 如果在網上看 薄芙林的建築 介紹 我們 名外的物業主管 我們 林靖寧執事 本身也是一個復修專家 他就會跟你提 這間的建築特色 就是牛環窗 剛才 這些 牛環窗 什麼來的呢? 其實就是 升高了一個 建築生活樓層 離開了一個 泥地 讓那些熱氣和水氣 可以散走 這個 就是在 升高的樓層底下 其實你看到它不僅是一隻窗 它是連裡面的牆 也有一個相應的開洞 是令它成為一個三條 打橫三條 打直三條的風軌 才可以有一個通風效果 這個就是我們上大樑 舊村屋上大樑特別重視 我們都故意記錄了整個上大樑的過程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們重新裝置了一個屋頂 而 我們這個 煙通也不是就這樣裝飾 其實 升高了一個煙通 其實可以是 不要緊 上面有上面見到煙通 下面就有它 但是我們覺得既然做得現代復修 我們不如把設計 放在現代的建築要求 雖然我們的壁路不會再生火取亂了 但是我們這條煙通 現在就藏了一條先鋒後 所以我們基本上 那些先鋒就是由煙通 進入我們的固跡範圍 然後再傳送到整間屋裡 多得臨執事 發展局的同事 盧先生 以及一班建築的 人員 才可以幫我們的 整個復修工程 令到它發生 這個就是現在的 剛剛員工的模樣了 但是 我相信 在歷史建築來說 我們在這麼少的文獻底下 可以恢復這個樣子 能夠做得到 都是因為 我們有很多在地的後術記錄 我們能夠 我們本來只能夠找到一些舊的歷史套片 譬如 湯浩森 是我們其中 牛奶公司的其中一位 的 牧場經理 他的辦公室 是這樣的 這個應該不是在哪裏 這個應該是在行政樓裏 但是 都是一個很好的記錄 去告訴我們 裡面是一個什麼樣子 但我們更加幸運的是 當我們開場之後 剛才提到一個卓氏兄弟 這位就是大哥 卓譚信 他的弟弟 就是他弟弟 卓譚德的女兒 我們叫Penny Penny從美國回來 原來每隔幾年就從美國回來 探望這間出生 成長的屋 他說 我今年回來為什麼不一樣的 然後就跟我們同事做了很多交流 放下了很多很重要的歷史資料給我們 我們就是 很幸運 就是慢慢一路一路 有很多這些累積 才能夠令到博凡林牧場 成為一個真正有生命 有一個靈魂的建築 我先說到這裡 感謝大家的專注和投入 可能剩下的時間 我們可以做少許交流 和網上的朋友也是 謝謝 感謝展出人小生的分享 現在是一個問答環節 有興趣發問的觀眾可以舉手發問 網上的觀眾都可以用zoom的問答功能發問問題 看看現場觀眾有沒有問題 如果沒有的話 先生,多謝您的分享 剛才那幅有牛,荷蘭乳牛 牛奶公司當年有沒有研究過 除了這種乳牛,還有其他品種的牛,適合運來香港 牛奶公司很久以前在花園道養過牛 當年那種品種是否這種牛,有沒有其他品種呢? 有的 我們經常說,大家一想乳牛就想到是黑白,一塊塊的 主要都是荷蘭種 但其實牛奶公司來香港開牧場 其中一個最大的挑戰就是 大多數乳牛品種都在韓大地方成長的 例如歐洲好,蘇格蘭好,愛爾蘭好,荷蘭好 其實大家看到的經歷都是偏偏偏 它下來香港,最大的挑戰就是 香港熱很多 所以牛奶公司一開始 其實牛脊的損耗相當大 它是試過在... 一開始當然是從老家運來的 在蘇格蘭運輸牛 後來就試荷蘭種 後來甚至試過在澳洲都運過來再試 所以我覺得到最後 其實牛奶公司是培植自己 經歷了幾代之後 有一個適應 用回自己的牛脊 開始去做自己的牛群 然後關鍵的就是 去到六十年代就開始自己配種 因為牧場本來都習慣 最原初就是有個牛公房 養牛公 然後就帶牛公到處去 探望魚牛 然後就生嬰兒 然後到五十年代 開始就是入口一些牛的精子 去試他們的市管 即是人工的培育 不是市管 是人工的培育 所以當時也有個很 有趣的新聞 一開始我們聽到 都拋頭 就是說 生了一隻 牛魔王 當時試過有一段新聞說 就是 生了一個人面牛頭的生物 在魚牛那裏走出來 我們相信 其實就配合了 在六十年代 牛奶公司推行科學管理的時候 就發生了一個配種 出了傾胎的問題 這個就是大概 他的發展歷程 另外想問一下 那個牛眼窗 算不算是香港獨有的呢? 這個建築 當年有沒有查到哪位建築師去設計的呢? 牛眼窗又不算獨有的 其實 升高地台 這個叫Piano Floor 這種做法 其實在很多殖民地建築都多 用圓形 其實只是其中一個表達的形式 主要就是那個 美感和力學的考慮 而至於那個建築 我們暫時未找到哪位建築師 但我們確認 這是Lean Orange的建築 即是香港其中一間老牌建築職樓 我們行家叫李橙 就是Lean Orange 就是在倫敦過來的三大建築職樓的其中一間 我們甚至在最原初的時候 我們直接發電郵去香港Lean Orange 現在都還在 請他們看看他們的檔案室 有沒有這間屋的職樓 但可惜都沒有 看看我們 會不會有機會遇到有心人 認識在倫敦總公司那邊 會不會有機會 我們找回這張職樓 謝謝你 謝謝 謝謝你 參觀還是怎樣 現在是開放參觀的 大家只要去博富林牧場的網頁 和留意我們的Facebook 都可以參觀的 我們定期會搞一些工作坊 會搞渡賞 有牆內的渡賞 有走入博富林村的渡賞 我們稍後天氣再涼些 我們有機會會再開埋牧場古蹟的渡賞 這些就是一直下來 大家可以留意我們的消息 在Facebook找打博富林牧場 或者是The Portland Farm 英文易打 就應該找到我們的網頁 即是剛剛才成立 我們在4月1日開始事業 其實還未正式投入 未正式開幕 因為稍後我們會有間餐廳在裡面 就簡直可以一齊來的時候 有雪糕有奶飲 三橫三直的通風系統 是煙槍還是牛橫槍 牛橫槍 其實牛橫槍就是這些位置 這邊有一個牛橫槍 這邊有一支門 這邊有一支牛橫槍 在這個位置進入的風 就一直通過來 雖然底下那層有間隔 但是呢 但凡間隔去到這條走廊 就會開一個開洞 讓風通過 以前就沒有在底下那層 底下那層呢 我們看 即是現在我們就不會開放給人進入 因為樓高不夠兩米 但我們看 雖然屈質 以前應該都有人在下面生活的 我們其中一個推斷就是 因為它有兩個煙通 這個煙通就是去整屋 即是大廳那個 Fly Place 這裡有個煙通 其實在生活流程是沒有出現的 我們懷疑呢 因為房子一起的時候 最開初可能在底下那層 可能是有個Fly Place 給工人或者其他用途去做 所以底下那層我們相信是曾經有用途的 但這些要看回舊積圖才知道 我們現在推斷 有機會可能在下面煮食過 或者都是取亂的做法 無論如何下面那層應該都是 工人先進入 所以這裡有一條風槽 這裡有一條風槽 這裡有一條風槽 這邊呢 中間有一隻牛彎槍 就是這樣從中間穿出來 左邊有一扇門 中間穿出來的牛彎槍 右邊這裡有一條牛彎槍 又這樣穿出來 所以就是一個狗公格 是 是 有一點點 因為離了殖民地 所以有一個變奏的愛德華式建築 我想問一下 剛才你介紹是1919年開始 就有這條木場 香港的居民開始有預製品喝 但在未有這條木場之前 香港的居民是否會有預奶製品喝 牧場正式是1886年開設,所以這間屋是1887年 為何經常提起1919,因為那本書是1919年 以及1919是完結一次大戰後,所有經濟都好轉的時間 1886年前其實未有一個很大規模牛奶生產 在香港,但是在市區很多人家有時候會養一些水牛 那些buffalo,來拿水牛奶來喝 但是華人其實是一般的,華人多數都遇堂不耐 所以文獻上一直在說的香港人,我們相信很大機會都是歐洲來的香港人 剛才網上有些問題,也剛好解答了 例如鮑菇林牧場的香港時間 又或者有人提議,不如你們搞一間餐廳 讓人可以住久一點,也知道會開 現在也有一個問題,剛剛提及過有些碳嶼病的牛仔 他埋藏在那個位置,即是現在的哪裡? 現在的鮑菇林花園,近了西國大王廟的位置 看看剛才的地圖 你去到政府的地圖網站 你直接打那個燈柱號碼就知道了 我先去那邊吧 這裡 我其實都是這樣搜尋的 32259 其實這個位置 這裡是鮑菇林花園 這裡是鮑菇林道 下面是玉多里道 中間的斜坡 這個位置 但你說確實在哪個位置,真的不知道 總之 現在的記錄就是這條燈柱的150米周径範圍裡 都不可以有任何工程 我懷疑鮑菇林花園已經跌了入這個範圍裡 所以你當是這個半圓 這個半圓 再問一條關於牛的問題 大家都對牛很感興趣 當鮑菇林牧場關閉的時候 它本身的牛的去向是怎樣 牛奶公司後來就在廣東省裡面 再開了它的牧場 所以是 全數剩下的 是遷返了向北延 去經營新牧場 即是在新牧場那裡落腳 但後來 再不久就不再經營了 就直接把整個品牌 買了給牛奶公司 好 看看現場關閉時有沒有問題 好 看看現場關閉時有沒有問題 好 看看現場關閉時有沒有問題 好 麻煩 麻煩你 我想問剛開始你說的玻璃瓶 那個牛奶瓶 是否當時的歐洲那些玻璃廠 做不到所以要去到美國那間玻璃廠 來生產這種瓶 那間廠有沒有名字 還有是否存在這間玻璃瓶 我不敢說歐洲是否沒有人生產到 但是 我有資料在手 不過可能會後再給大家看 生產玻璃瓶的工廠都是有名的 都是當時來說都是大規模的公司 我們相信 既然是為數不少的生產 不如在美國訂回來 也有機會是 James Walker當時跟那邊公司有些聯繫 所以也是用了這個Fender 看看現場還有其他觀眾有問題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就請大家再次熱烈的掌聲 多謝金翔先生 多謝 我們下一次有關這個活化 歷史建築火盆計劃的講座 就是大坑火龍館 剛剛也有說過火龍有關的事情 就會在10月29日舉行 兩個星期之後 就是由廖迪生教授去講 跟陳德輝先生 就是沒有火龍的總指揮 就去講 而下個星期 其實我們也一樣有講座 下個星期就會回到我們的學校建築系列 就會講英和書院 歡迎大家參加 謝謝各位